跟日本那種重要的政理的資本和政府的官員 跟他們說 現在民進黨怎麼準備我們的國豐 台灣的政策 要跟我們的關係怎麼樣 跟大家透過一個訊息 我在當年那兩天 我們經常有很多的日本的官員 會說日本的外交部的官員 你不要聽話說日本官員 還有日本人 日本人做的事都很小心 他是對我們外交的事 我會說 拜託你民進黨一定要重新執政 日本的官員 國高部的官員 我已經說這是個人意見 沒有就知道 日本人多討厭馬英九 多擔心馬英九 他擔心說台灣真的是在馬英九 還兩年 不知道 台灣就讓中國兵團去 日本的手段最煩惱 因為台灣海峽就讓中國控制了 日本的酒油 進口什麼 經過台灣海峽 等於說中國都掐住了日本的煙喉 所以人家聽說外交的外交 對我們的民眾 拜託你民進黨一定要趕快重新執政 聽到我們也是責任感越來越重 我們真的要好好努力 在2016年把執政權拿回來 今天我知道大家很擔心國內的規定 所以我相信待會我們朋友開放Q的交流時間 包括我們待會待會的演講 我今天他們會說我準備一個東西 我覺得也很重要 就是 去年六月 我們所持衆出現 選擇了我們台詞 還有我們董事長的幹部 美國四個社區 洛杉磯第一站 我們在LA我都睡覺 就沒睡覺 在這裡英國聊的 說到英國 英國過來 Houston 再來Washington D.C. 為什麼要回合民進黨的主委代表處 為什麼要回合民進黨的主委代表處 當然待會我們 我再次再進一步說明 最主要是在中心來競技 民進黨跟美國的關係 過程這差不多 要十一年來 坦白說我們有很多的辛苦 做得到不錯 待會 因為我沒想到 讓大家 我很不想說很多話 讓他們覺得 上課 所以我做一個簡單的PowerPoint 有賞品 有賞品 讓他們看到我們做什麼事情 我這個PowerPoint的presentation 不是說民進黨對比的外交 過程這兩年 民進黨真體的外交 大家做到什麼 所以讓大家有更清楚 更完整的一個picture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 民進黨的外交到底是做什麼 所以我大概20分鐘的時間 很快 先讓大家比較知道 民進黨的外交到底做什麼 我們是用什麼方式來做 過去怎麼做 我不知道 最後過去兩年 我們猜出的是團隊戰 teamwalk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在一起 沒有主管 人也沒有夠多 現在這次黨有外交 有第三關 有代表處 這麼慢慢輸出 民進黨的主管那麼少 所以我們一定要打團隊戰 團隊戰就是說 不然那個外交 民進黨的外交 不是中東部的事情 我們可以結合 專家 立委 官司 議員 甚至是我們的中上委 中指委 做會來跟我們拚也要 結合包括 我們與美國 這些通鄉 這些鄉親 一起幫我們做全民外交 這才有辦法達到我們的效果 所以我們強調的是 團隊的外交 政黨的外交 我們參加幾個 國際 很有名的 政黨的組織 我們邀請我們的黨公子 議員的外交 民進黨也有地口 也有地口的外交 官選團 因為過去兩年 在環太平洋 很多國家都有選舉 民主的國家有選舉 不然民主的國家有選舉 不然民主的國家就是繼承 中國北韓 民主的國家 例如歐巴馬連任 歐巴馬連任 歐巴馬連任 日本安倍首相第二次回來 韓國也出了一個新流行的總統 所以 如果有這個國家出現一個新的總統 就表示說他的外交過程會出現變化 剛好 過去兩年 一個環太平洋 很多國家都出現完手的變動 只要變動就出現很多問題 然後現在想說 像是中國跟日本 好像原調一台 還要打起來 北韓的金正恩 全部都會放飛彈 幾年而已 今天就全部東海的航空識別區 美國很跳起來 美國日本也很不爽 很怕說他還要進南海 南韓的航空識別區 原來日本也很緊張 歐巴馬總統 歐巴馬就要去亞洲 現在亞洲這麼難 大家也歡迎說 到底你歐巴馬 有心理要處理亞洲的外交 所以歐巴馬 後來歐巴馬去亞洲這個方向 很重要 所以歐巴馬我們所主席 他是 他到現在年紀 還沒半兩年 他已經出去了六次了 他是優秀以來 現今的董主席出國最多 他也要來外交 待會兒 我要給你看 他去外交的地方 我們主要的身高 大家要知道 對歐巴馬是最重要的 所主席的名字 有五大師 民進黨現在 在亞洲的主美代表 這個主美代表處 中心建立民進黨和美國的關係 民進黨和美國的關係 出現差不多半年 冷卻期 因為民進黨不想說 在中東大選的時候 美國的幫助 也要求 上海的創作協助選情 所以我們中心 建立美國的信任 東北 我剛才說 日本、韓國、中國 都出現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在北京兩年 我們訪問一半 我才幾個 幾個日本 我差不多三四五月就走一半 一段 差不多半年就走韓國一段 美國是 我可以是 這兩五月就走一段 我整個三四五月就走一段 我們盡量說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來訪問這些重要國家 讓他們知道民進黨現在想什麼 我們的準備什麼 民進黨面對這些變化 我們的民進黨 我們就跟馬政府口 肯定不一樣 當媽媽也有所謂 當媽媽是經貿外交 當我說 現在媽媽已經有這些福貿協議 他把所有的技能都放在教育上去 民進黨 覺得這樣 不好 我們要分散市場 所以過去 在北京總統的時候 有南向政策 我們希望 重新來強化 對東南亞的經貿政策 所以包括蘇主席 去年十月 以後沒有去 那個泰島 去年十月 去福利兵 我本身後 五大塞還沒去新加坡 創三次 歐洲 我自己去歐洲 四個國家 東邁 德國 歷史 英國 今年這位 我跟五大塞還沒去 德國 歷史 英國 要創三次 跟他們說 民進黨現在的 台灣的關係 兩萬萬的 民進黨的準備 重新執政 另外就是他們現在 綠能產業 很多國家都要放棄核能 包括結果 當然我們在台灣 民進黨也會主張 要停建核四 我們要建議非核家園 所以我們要去 學習 歐洲的經驗 歐洲現在是 一邊廢核 廢子核能 一方面要開發替代能源 綠色能源 所以我們在歐洲 整個國家的先進 綠能產業的國家 我們要去學習他們的經驗 轉回來台灣 我們成為我們 建立非核家園的一個政策 民進黨外交民主 民進黨八卦十十年 在一起 我們參加國際和阿州的政黨組織 以前是我們在歐洲 我們到三天 來推動台灣的民主 現在我們也在歐洲 所以我們一樣 照顧這些政黨組織 在歐洲外國 譬如說 我請他來跟進黨 去主席 去母大使 去我 我盡量跟他們說明 或是我去外國 去台灣的 那些第三個國家 或是代表處的外交之外 我跟他差不多每天都在交流 讓他知道民進黨在做什麼 去年 記得一些政策的宣明 和聲明 讓他知道民進黨在做什麼 好 我現在最快的時間 一一一一一一一來 歐歐外交 九年六月 這就是我們的主義代表處 三倍五到 我跟三倍 現在三個都來 空間就是這樣 那剛是六月的時候 所主席來開幕 AIT的理事主席 柏睿光 跟前住AIT華府的辦公室的理事 士丹齊現在退役完 參加 所主席跟他們介紹 我們進黨的臺灣民主的臺灣 臺灣民主的臺灣 我們可以回合 這個九個代表處 我剛才說 兩個國家六個社區 很感謝大家 給我們捐款 當然 我們不是說 來這裡的藍鐵籍 也不是這樣而已 如果過去跟我們這六個社區 所主席包括我們的幹部 我都很熟悉 跟我們的鄉親 開水公民進黨 現在還要來奉産 我也知道這個說題 為什麼我們要推動 反核式 在華府也是不一樣 所主席說 為什麼我們要在華府 要恢復住美代表處 羅山基這裡也是 這裡很大廳 也有小廳 也有大廳 第一站 這是大廳 你看那個hand table 就是Airwalls 現在 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 在台灣也很好的 在我們這裡也很好的 Houston 我們現在要去Houston 我們也是在這裡 那次來 首主席 襯衫 把外套脫掉 跟他們詳細說明民進黨的一些 國內的一些政策的看法 在Houston 到這裡主要的幹部 經過你選民千二條條 我是在差不多十二天 走兩國人的社群 千二條條選民 我很感動 因為這張送品 我很感動 因為你如果有機會去民進黨的 當中東部 高樓高樓的電梯出來 看一張照 就是差不多 那時候要衝動的時候 1986年的時候 黑白照片 有時候我們第一任主席 姜彭堅 他去募還 拿一個募還箱 有一個募還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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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個紙槽 就放進去那個募還箱 這張送品 我覺得我們不會有感到 就是說 民進黨當然啦 這前年的時候 我現在知道 有很多地方 很大量 都沒辦法 不過我們愛台灣 為民進黨擔心 是不必 所以經過我們 這是民進黨的 最多一十個 我們還是很熱心的 來跟民眾 說明民進黨的努力 有什麼要回歸主席代表處 所以現場很多同鄉就開始掏現金 然後加拿大幣 一百塊兩百塊都掏出來 跟我們賣我們那個 反而的一些商品 Houston 也是 開始一支支票 我們都很感謝 不管你是捐十塊 一百塊兩百塊 我們都非常感謝 可以讓我們的駐美代表處 可以恢復運作 我們五大使的辛苦 四處奔波 出現還不夠 差不多 這幾個俠情都照顧 無焉其煩的 跟大家說明說 為什麼我們要重新駐美代表處 為什麼要恢復駐美代表處 為什麼要恢復駐美代表處 這是我剛才告訴我們 我在辦公室 我們有三個一塊 那時候 有一個職業 大富翩翩 我覺得很好 象徵我們民進黨駐美代表處處重申 他們都很優秀 每天都跟我們這邊 傳達很多訊息 我們這邊也有什麼訊息 包括最近這個反服貿的東西 他們說明說 早晚把他也有跟美國人說 就是因為民進黨反對 周東服貿協議 所以 民進黨也反對了自由貿易 民進黨也反對跟其他國家 貼什麼自由貿易 他是用這樣 他簡單的邏輯來欺騙美國人 所以美國人就覺得 你的民進黨 他還是差別人 又是麻煩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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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